大家好,这里是乐乎迪 北京时间的6月9日 2023世界南排联赛 中南排对战法国队的比赛 正式开始第一局 中央队率先得到第一局的第一分 今天中央队的首发阵容 主攻线上的是张锦英跟袁炭 接应的是江川 副攻守是彭世昆跟林永珍 左二传王鹤平 最右人是曲中帅 副攻守彭世昆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中央队排是不敌塞尔维亚 目前已经过去的两场比赛是一胜一负 这场比赛 在法国队并不是全主力的阵容 对于这样的法国队的阵容 中南排完全是可以冲击一下法国队 如果能够在打好的同时 减少自己失误的情况下 还是有很大的几率能够战胜法国南排的 前面的拦网没有拦住 后排防守起球 中队无功过往 法队还是主攻守巴西克 后山扣球 把今天法队的坚硬是21号的福尔 一传到位打一个快球 利用针 跟王和斌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 生态 嘉宁发球 二伯尼背平扣一个腰线 看江川 把江川的扣球 招了法队的打手 好发球 前面利用复攻的掩护 巴西克丝毫为扣球 中队抓防反 用5比2,法律对扣球出界 这几场比赛 包括昨天对战萨人比亚 以及前天对战保加利亚的比赛 中阀单牌打得都很不错 尤其是开局 只不过是在打好开局的时候到后面 中队的失误 就会开始逐渐增多起来 好球 又是李永珍 李永珍在前排的短平块 取中扇一团到位 然后王河宾第一时间把球给到李永珍 来看李永珍的跳发球 好发球 从队篮网直接篮死了 法队副攻守的这一只扣球 7比3 法队叫了暂停 9er off to a flyer 3-7 3-7 timeout 因为 serve is not good speed we can push the ball push